看着咋样 嗯 朋友们好 离过年越来越近了 今天跟朋友们分享一道非常好吃下饭的腐竹烧肉 咱们现在去买腐竹买肉 今天逢急 下雪了 感激的人不是特别多 搁一块五块肉 买好了 血液下越大了 咱们赶紧回家 肉洗好了 从中间切开 凉水下锅焯水 葱姜 焯好了出来清洗一下 切成厚点的片 这片真不破 干锅把肉里的水油先煎出来 这样吃着不腻 炒出油脂后放生抽 老抽 柜皮香叶 干辣椒 葱糖 翻炒到冰糖融化加水 煮开先炖四十分钟 提前泡好的腐竹切段 四十分钟后放腐竹 再来点葱姜 再炖十分钟 炖好放青椒 盐 味精 开大火收下汁 这就好了 开饭 看着咋样 软烂肉一点都不腻 唯一的缺点就是腐竹炖的时间太长 有点烂了 自己吃也不怕 肉皮香了 好好太厉害了 腐竹炖五分锅就行 鸭肉和腐竹也好坏也有关系 卖着腐竹可能不太好 米饭拌一下 然后煮下巴 她也下巴了 记得他抬下巴了 好 手插抬起来 好的 好 的 先再配着